哈喽大家好 我是猛猛无线 这台路由器呢 想必大家比较熟悉啊 这个是华硕的A787U 可以看到A787U 这个是一个外壳啊 主板呢 已经被我拆出来了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 你这个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一上来就把路由器 给拆了 是这样的 这个路由器呢 是一个网友送给我的 本来是寄来维修的 后来发现问题比较多 然后他就放弃维修了 然后机器也不要了 直接送给我了 然后这台机器的话 插电是完全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显示 TDR没有任何显示 然后路由器没有WiFi信号 也分配不到IP地址 然后我这边的话换了一个CPU 因为CPU的话 本来想买一个呢 后来想了一下 再买一个的话成本太高了 然后我就把手里边的之前的一个坏的给他换上去了 这个坏的 坏的CPU是WN口坏了 其他的几个口都正常 所以说他还是能正常启动的 只是说WN口坏掉了 但是这个并不重要 因为华硕的部件都是有那个第二万口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另外这个四个LAN口之间的其中一个口当作WN口来用 所以说还是能凑合用一下的 这个机器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可以看到5G的WiFi是坏的 就是2.4G灯亮了 5G灯是不亮的 所以说5G是没信号的 然后我这边拿手机搜了一下 这个在哪里 可以看到只有2.4G的WiFi 没有5G的WiFi 众所周知 对一个无线路由器来说 只有2.4G没有5G 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废了 因为2.4G的WiFi基本上没有办法用 因为现在2.4G的干涨非常严重 基本上你拿手机 点上2.4G 你看一点视频什么的 就会感到非常的卡 这个卡的话并不是信号不好 就是它2.4G的信道 受那个周边邻居家的WiFi什么的干扰严重 所以说导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可用价值 2.4G的WiFi一般来说 都是连一些打印机或者是扫力机 它没有5G的频段 所以没办法只能连2.4G的 而且这些设备的话 数据传输量也不是那么大 所以脸上2.4G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的手机 笔记本电脑 你如果脸上2.4G的话 可能会卡到让你怀疑人生啊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5G的WiFi给它修一下 修好以后 我能拿它这个当主路由器来用 然后它还有那个AMS的功能 这样的话可以扩展一下无线覆盖 我觉得还好 华硕的AC87U的设计呢 跟其他路由器不太一样 这个路由器的话 它是这个是CPU啊 是BCM的4709 是一个1.4G的双核处理器啊 哦不对 是1G的双核处理器 然后这个的话 是一个宽腾达的芯片 这个芯片是负责5G信号的 但是我听说 就说宽腾达的一些设计方案 就是没有这个这个BCM的处理器的话 只有它其实也是可以当一个路由器来用的 只是说在AC87U上面的话 这个就只负责5G的WiFi 然后主路由器的运算任务什么的 还是通过它来负责完成的啊 所以在华硕的官网上面呢 说得非常清楚啊 就是AC87U的1G的主双核处理器 为处理这个系统应用需求 另一颗的话 单独处理5G的一些WiFi的相关任务 所以华硕在宣传的时候 就说了这个路由器呢 是由两颗双核处理器组成的 这样的话给维修带来一定的难度啊 因为我观察到5G的话 这边其实有一个小的芯片啊 这个小芯片分出来 一二三四四路的WiFi 是5G的WiFi啊 然后这个小芯片又连到这个宽藤达的 这个处理器上面去啊 所以说我现在5G坏掉了 我都判断不了到底是它坏了 还是它坏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芯片上面很多焊油啊 因为我把两个芯片都拆了 拆了以后重新支了一下锡 再给它焊回去 发现故障还是跟原来一样 没有改变啊 来我又去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网上说这个芯片就是管5G的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相当于辅助功能的芯片啊 这个作用的话没有它的作用大 然后我到华硕的网站上面来看了一下 看到它上面这个图片标注的非常清楚啊 就是这个宽藤达的芯片 然后跟这个四个工放连在一起 然后它下面有一个说明是5G的四乘四WiFi 芯片足 所以说我判断这个芯片就是负责5G的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这个全新的芯片回来啊 然后这个全新的芯片都是只好吸的 这个而且是那个5000的5000的这个吸球啊 所以说等一下焊接的时候温度会要求非常高啊 当然了话说回来这个小的芯片坏的可能性也有啊 但是没办法这两个芯片加在一起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我只能选择概率比较大的一个我买了它 如果换了它还不行的话 那我这边可能会尝试再换它换掉它 好了话不多说 现在我准备把这个芯片给它拆下来 好了芯片呢我已经拆下来了 准备把焊盘清理干净 好了 现在呢我准备把这个芯片给它干上去啊 顺便说一下 现在芯片真的涨价了 很多芯片 本来它标价是直接可以拍的 但是你拍下来以后呢 它不给你发货 让你加钱 说现在芯片都涨价了 非常无奈啊 按说这种芯片都是台湾生产的 搞不懂为什么价格也会涨啊 芯片呢已经焊好了 我这边等它冷却一下 然后来通电看一下 不好意思啊 经过刚才通电测试 发现故障跟之前是一模一样 2.4G量 5G的话还是没有任何信号啊 这样看来的话 应该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有可能它的问题 有可能是其它 其它供电什么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 没有这个路由器的原理图什么的 所以我也没法判断 路由器维修跟笔记本维修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路由器这东西没有原理图 没有点位图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有问题的话 如果好的话 有另外一块完全OK的板子 对照的比这两下 一些电压什么的 有可能能找到解决办法 但是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也是无能为力 目前的话就只能这样了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视频 本期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